不是All LED買不起 只是Mini LED更有性價比 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又來開箱電視啦 2024年的主流電視尺寸 依舊是55吋到65吋 那原則上都是買大不買小 只要擺得下 我就沒見過誰家裡的電視嫌大的 那主流電視的規格 則升級到4K Mini LED 所以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台 菲利普4K 120Hz QD Mini LED大型顯示器 那型號是55 PML8979 它的顯示效果媲美OLED 而且它擁有三年保固 道府維修 在同價位代理的性價比超級高 那接著讓我們來開箱吧 Let's go 來 我們先來開箱 這台菲利普8979 55吋的顯示器 尺寸是這樣 那買電視啊 請先量好家裡的電視櫃尺寸 才不會買了放不下 貨運會直接送道府 幫你免費的基本安裝 它的底座採用雙V字型的腳架 在細節的部分做得還不錯 那底座尖銳的部分 其實都有做的倒腳 在我背後 就是這台菲利普8979 55吋顯示器 它的正面採用三面黑色超薄邊框 可以說眼鏡索及全是面板 尺寸接收端在正下方 在關機的時候會顯示白燈 那開機的時候燈就會熄滅 機身從側面看非常薄 最薄處僅只有1公分 機身是採用上薄下厚的結構 下面厚的原因是因為它採用了兩組 16瓦的喇叭單體 聲音是相當的扎實 那我們待會再來展示聲音 好 再來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從背面看的話 電源在左側 輸入輸出在右側 那它的IO介面相當的豐富完整 它直接給了三組HDMI 有一組HDMI 2.1 以及兩組HDMI 2.0 那其中HDMI3是支援eARC 以及3.5音訊 USB孔也給了三個 以及有線網路孔 那另外在配件包裡面還給了一組AV端子轉接線 那如果你家裡有老遊戲機或者是監視器 那你也可以順利的去轉接 那在中間打開這個背板 可以順利轉成壁掛 如果你家裡有壁掛需求也沒有問題 不過就要加購壁掛安裝服務 這個是它的藍牙語音遙控器 它是T型金屬法式紋 還蠻有設計感的 而且它沒有廉價感 裡面應該有額外塞了配重塊 那這一種藍牙遙控器 其實不需要對著電視就可以遙控 會比較方便 那上面會有YT Netflix Prime Video 一鍵切換鈕 它可以直接的快速切換輸入來源 也支援語音遙控 再來我們來直接看它的畫質 你看這個顯示效果真的是很棒 那我家裡剛好有另外一台 LCD的電視 那我們兩台來對比一下同一個畫面 Mini LED相較於傳統電視 可以帶來更高的亮度與對比度 Mini LED跟LCD電視的畫質差異 就很像歐洲車跟國產車的對比 你單獨看都很棒 可是你同時放在一起看 差異就出來了 但是為什麼差這麼多呢 我們這邊簡單來科普一下 Mini LED是一種背光技術 那LCD面板本身是不發光的 傳統的LCD螢幕採用側錄式背光 就是在顯示器的周圍放燈條去點亮螢幕 它的燈珠是大燈珠 Mini LED則是採用直下式的分區控光 它使用小燈珠 在色彩明暗對比會更細緻 那你兩台在對比之下 Mini LED就會實現更精細的局部調光 尤其是在HDR的顯示效果 甚至它可以跟OLED的顯示器去拼一下 Mini LED甚至可以做到OLED等級的純黑 並且超越OLED的超高亮度 而且也比OLED的面板壽命更長 也比較不會有烙印的問題 所以Mini LED的電視相較於OLED 更沒有場地的限制 因為它的亮度更亮 所以即使你這台電視 靠窗面向陽光也一樣看得清楚畫面 而且這一台是QD Mini LED 就是量子點加Mini LED 所以它的色域有93% 是廣色域 再來我們簡單展示一下它的聲音表現 來測試一下這個兩台電視的音效 它搭載兩顆16瓦的喇叭 聲音雖然不能跟外接的Samba來比 像我自己住在都會區啊 我覺得這個音量真的是非常夠用 平均我都開到20%到25% 我就覺得很大聲了 好再來我們講到重點 這台菲利普8979系列 它搭載的是Google TV OS 你看它打開來就直接顯示媒體牆 像是Google的YouTube Netflix Disney Plus 都是原聲內建 而且全部都支援4K HDR 以及杜比世界杜比全景聲 現在的聯網顯示器 除了面板之外 其實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它的系統 目前市面上分成兩大陣營 一種是自幹系統 比如說像三星、LG、Panasonic之類的 另外一種則是採用Google TV OS 我個人比較偏愛Google TV OS 因為它的彈性比較高 因為它的主要差別在於 Google TV OS可以安裝各種影視App 比如說像原聲內建的YouTube Netflix當然能夠看 而且可以直接上4K HDR 就算它沒有內建 也可以到Google TV的商店 去安裝App 像最近剛剛結束的奧運 如果你用Google TV系統 就可以安裝哈密來看 但是自建系統就不行 它只能看內建的那些影視App 那不只是奧運沒得看 很多就連愛奇藝基本上也沒有 而且它不給你擴充 你找APK也不能安裝 而且Google TV OS可以安裝第三方的App 像我裝了這幾個很厲害 但是必須要低調的App 看片真的是源源不絕 什麼都可以看 那我經常分享一些好康的App 在部落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的話 我放在影片說明欄 大家可以自行去看 再來我們來講到外接遊戲機的遊戲體驗 最近比較紅的話題 當然就是黑悟空 我也有買 不過我買的是Steam版本 所以我就直接用筆電外接HDMI來玩 那這台顯示器有支援VR這個很重要的功能 它就是可變更新率 簡單說就是有VR功能 就可以透過HDMI 2.1 去消除斷數畫面以及撕裂的問題 那你就可以玩到4K版本 而且流暢無延遲的黑悟空體驗 好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台Philip PML8979QD MiniLED的大型液晶顯示器 這一台主打的是高性價比錄線 3萬有早就可以讓你擁有 MiniLED加量子點的超棒畫質 它的畫質真的很棒 沒話說 看過就真的沒有辦法再回去看普通LCD的電視 那它的外觀啊 規格啦 IO介面啊 也給的足夠齊全 HDR的支援度也很好 Google TV系統的擴充性我也很喜歡 那你說市面上有沒有規格更好的機種 當然有 但是很多規格啊 其實可有可無 像Philip自家的高階機種 背面有氛圍燈 但是多了這個就變貴啊 所以我覺得預算內滿足需求比較重要 而且其實我也觀察到一件事情 目前的智慧電視 漸漸的跟手機一樣 它的更換週期變短了 舊的電視不是不能用 但是它的系統會更新 那誰知道五年之後這些智慧電視的生態會變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買電視真的不需要一次到位 你的面板畫質滿足 系統操作順暢其實就OK 那其他在價格之前都可以妥協 而且這台電視有三連寶 道府維修 我覺得是目前買電視不錯的選擇 好 以上是今天的心得跟你分享 如果大家對這台電視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